当地时间5月26日被称为赌王的博彩业大亨何鸿燊 于香港去世 享年98岁 他的产业帮助澳门成功转型为世界上最赚钱的赌博目的地 并且他还是知名的爱国企业家 红色资本家 何鸿燊于1921年10月25日出生于香港一个显赫的家庭 但在全球经济萧条中家道中落 1941年 何鸿燊在日本人占据香港时期 从大学退学逃往澳门 21岁那年身揣十块港币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经过多年打拼的何鸿燊 后来经营拥有20家赌场及其相关业务 雇佣了澳门四分之一的劳动力 多年来 他的企业占澳门税收的70%以上 据彭博社估计 他的家族财富在2017年超过了120亿美元 早在10年前 88岁的赌王从四一泰床上掉落 被诊断为罕见的出血性脑中风 从此之后便常住病房 每日以昂贵的药物续命 仅仅每月过亿的医药费 似乎并不能让赌王活得踏实 腰肠腕腕的他 为了续命也是想尽了法子 去年便有网络爆出 何家人请了风水师 点上了七星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续命灯 为赌王年年益寿 自打今年2月再次住进ICU以后 四房太太的17个儿女 更是轮番给赌王冲喜 先是四房女儿与哈佛学霸订婚 其次三房女儿与影视明星斗销全人恋爱关系 然后便是小儿子何佑军 求婚西梦瑶闹得人尽皆知 后来二人带下一子 成为赌王的长孙 并亲自赐名 尽管如此 上了岁数的赌王还是没有逆迁改命 终究撒手龙欢 赌王除了缔造了世界瞩目的商业帝国 他的风流运势也为人金金乐道 一生娶妻四位 生下17个子女 生前可谓是享足了花钱月下岁月静好 但也留下了豪门中都会出现的问题 便是遗产分配 赌王的遗产分配风波 可以说是伴随着他人生的后十年 期间争吵不断 甚至闹上了最高法庭 根据目前透露的最新版遗产 二太蓝琼英是最大赢家 他及他的子女 接手了赌王商业帝国的几大核心业务 包括博彩旅游航运等 四泰梁安琪则接手了何鸿燊的大部分私人企业 并且在其最大的集团公司 澳博控股也持有最大股份比例 所以为第二赢家 原配李远华及其三房 李远华曾经的私人护理陈婉珍 并未在这块大蛋糕上分得太多羹 不过现在看似二姨泰手握博彩这块肥肉 但是何家的赌场牌照将于2022年失效 届时是否能够成功续牌 也成为赌王基业能否延续的关键 其实赌王心中明白 在这十几位后代里 没有一个子女能够继承他 哪怕是一半的胆识与风采 并且全部深陷家产纷争 无心正业 所谓一代赌王何鸿燊 可能走的没有那么的安详于踏实 但是作为一个美貌与财富极深的男子 他的一生也是享受到了大多数人都无法得到的快乐 望他一路走好